今天北京的媒体和公众都在关心一个人 那就是一个确诊病例 18号的时候在武汉 他就有了发热的这种症状 但是22号的时候 他家人用自驾车把他从武汉拉回到北京 但是已经是确诊病例了 那么有媒体报道 他是刑满释放人员 但这一切都集中为大家的一个提问 这个提问就是 在如此严密的防控之下 他是怎么能够从武汉回到北京的呢 我想在大家的这个提问当中 恰恰反映着大家的一个担心 那就是人情权利和利益 或者其他的因素 会不会使看似严密的这样的一个防控 出现松动甚至拥有漏洞 这样的话大家就会非常担心 那么从前方了解的消息 现在有关的部门也紧急进行了这个调查 基本清晰很快 应该就会公布这样一个结果 我觉得越快的公布 越会让大家安心 更重要的是堵住漏洞 我们下期的击乱洞 我们下期的击乱洞 我们下期的击乱洞